在纽约的停留期间呢 他也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 还有首席的民主党议员恩格尔进行了会面 美国之音记者杨诚就特别采访了国会议员恩格尔 来谈谈他与马英九的会晤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杨诚 请杨诚来报道 杨诚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看到你稍早的报道了 那么恩格尔议员在与马英九的会晤当中 我们知道谈到了两岸 谈到了美台还谈到了军售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具体内容 对那我们知道这次会谈当然是闭门的会谈 而且我们也知道对这个媒体有很多的限制 我呢是在恩格尔议员和马英九总统会晤以后 在他这个返回他办公室的路上 有那么几分钟的做了几分钟的采访 他说他当然是在和马英九总统会晤是非常的愉快 而且是以这个老朋友的身份 欢迎他到这个纽约做客 他说这样的会晤是对这个美台关系的双方 是很有促进的作用 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今年的一月 就是最近的几个月有很多的国会的代表团 访问了台湾 那么当然恩格尔议员也参与了其中 那他是在国会中的一直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一直在推动这个台美关系的发展 那么他在会谈中他说我特别提到了军售的问题 他说这个台湾需要合法的防御的能力 他说马英九总统也说台湾需要美国的军售 那么他也非常感谢美国国会中这个国会两党 都有坚定了台湾的支持者 那他还可以就强调说 我记得他说的一个词是说台美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 他用了神圣的这么一个字眼 是杨诚我们知道这个看到了国会 我们知道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在这个月初通过了2013年的台湾政策法案 那么中国有官方媒体就说这根本是一场闹剧 是一张空白支票 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美国国会现在支持台湾的氛围到底如何 是不是还相当浓厚 为什么呢 对如果说是一个闹剧或者空白支票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 不过这个法案如果在国会的通过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那现在就刚才我讲 这个国会中有很多台湾的坚军的支持者 那么这个恩格尔医院也说 他在和马英九总统会面的时候 特别的向他汇报了这个法案的进展 那现在是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 会通过了 那么还没有 是杨诚还在线上吗 好我们可能断线了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经济的杨诚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有关马英九的拉丁美洲访问 美国经济也会在各节节目 还有我们的网站上为您及时报道 欢迎您登入美国经济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 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防范 或者减少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